狼 点 跳动 折下来 这里写的密 点 挑起来 挑起来干嘛 这里还要写 这里有一点带笔的动作 带上要准备写这个月 月会低一点 发动 这边比较长 挑起来 看起来有一个 好 药 这边的日子就不能写太大 它写的很窄 很窄的目的就是 把这边三分之二 让给旁边的笔画多的 不能 谁都要写大 字就是要互相搭配 以前的药 鱼都写这样子怪怪的 跟我们现在鱼不太一样 撇出去 然后这是肥厚鹅拉长 这笔画是有笔画特性的 它要肥厚啊 细瘦啊 它是有表情的 逆上去 画下来 最后这一个是 往上弯 啊弯太大的 表现过度 好 旋 点 肥厚 肥厚就肥厚 不要怕 怕就不紧凑 哎 密室 滑动 哎呦 太快了 不要急着 不要急着 撇过来 撇过来 然后 这个撇过来以后 这个撇过来以后 还要再 滑动下来 这个 那 那到底 哎呦 后面要小心 旋 短 粗厚 滑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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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密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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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细手 缩紧 张开一点点 然后 七笔 哎呦 这里它 放比较松 到这边以后 稍微抬起来再挑 旋 滑动 胖胖的 然后这边要塞入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拉长 这边缩紧 这里不能太大 因为等一下还写个新 哎 那这里 非常密 就不要怕 要密到 不容针 二十 二十 也不能 粘死 嘿 好像有点松了 挑起来 点 拉动 带回来 再来是新 一样 一样 挑起来 拉出来 最外面 以后 挑回去 挑回去干嘛呢 腻这一点 然后挑起来干嘛 点这个缝隙 然后这个间隔间隔间隔差不多 弦 滑动 逆回来 收紧 这里好密 好密 就真的要 非常密 否则字就不紧凑了 但是通常密完 还是会放松 如果那个字全部都密 那也就没有什么松的地方的话 那个字也不紧凑了 就死板了 那这边其实比较松的 在这边比划来的 松 胖胖的下来 折 再挑上去 挑上去 逆回来 折 折 折 回来 跳上去 折 折 折 这边的白底划少 但是它写得非常浑厚 不但浑厚 而且小了一点 小了一点 就会觉得紧凑 然后 这边这个轨 就可以 拉开一点 欸 缩紧 然后 这里面 缩紧 不是很长 然后这里是它表现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拉得很长 跳上去 还没写完 逆 再点 破 完 按 黑 按住 点 敲上去 滑过来 走下来 然后 肥厚的下来 逆回来 吸吸的 吸吸收收 吸吸收收 折 停住 回来 花洞 杀回来 过来 那 送到底 走 很肥厚的笔画滑下来 不用怕 然后逆上去 拉下来 点 跳过来以后 跳上去 点 跳上去以后 拉过来 点 逆回来 折回来 走 跳下 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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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对 就是 沙